到底是什么东西 人多到交通大打劫 马路中央的公车轿车 通通动弹不得 还记得吗 这是六年前 全民在北投封宝可梦的场景 人群冲啊挤啊 看到有稀有精灵 二话不说都往同一个地方跑 整个街道巷弄沙丁于是急爆 这回南韩29号晚间 同样人挤人 却发生严重踩踏意外 外界就回想起北投这场宝可梦之乱 场地就很像离泰院的斜坡窄像 当时其实出动不少 远景直行站第一线管控 才没让北投变成无政府状态 斜坡两侧又是高墙窄像 不少人也认为九份基隆天母 也有类似结构 不过好险大家当时还算有秩序 没那么失控 弄断着 一大堆人就像跑百米一样 加速往前冲 其中甚至夹杂车辆 包括梦之乱也在台中无期于是上演 数千人一起跑 黑压压一片 还有人一手两只手机 抓宝抓得超疯狂 所幸当时人潮顶多上千 最多上万 热点处也有警力注点指挥 才没有憾事发生 东森新闻这种顺便梦节综合报道 周秋二日是许多人的悠闲时光 但是新闻事件不调时间 这些重大的新闻事件 都是在宁静的价人发生 我始终坚守岗位 带来最真切的解析报道 直播深入 逻辑演绎 将故事一一说给你听 我是房叶涵 周六日新闻不停歇 给您最及时深度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